超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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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超過癮 我們一起聊電影 超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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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水星霞在馬來西亞上映了一個禮拜多 除了大陸的票房 已經確定突破10億人民幣之外 全球的票房也已經累積到2億6千萬美金 獲得大量的好評 甚至以迷說 這是DCEO截至目前為止 拍的最好的一部電影 當然 有正面的評價也會有負評 有些人則認為 水星霞的故事 劇本 過於平面 劇情沒有心意等等 還有一點最重要的是 這部電影加入很多以往 科幻 冒險類電影的劇情元素 讓觀眾在欣賞這部電影的時候 偶爾會有一種 好像在看另外一部電影的感覺 今天的超過癮呢 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10個水星霞 與其他電影似曾相似的劇情 第一個 阿凡達還有 黑暴 當梅拉帶著亞瑟 進入亞特蘭提斯的地界時 發光的水下植物 還有一些螢光色的場景 彷彿讓我看到了阿凡達裡面的 潘朗拉星球 當亞瑟坐著梅拉的潜水艇 進入到亞特蘭提斯的時候 那個鏡頭也跟黑暴進入瓦干達的場景 非常的相似 第二個雷神索爾 亞瑟跟弟弟歐姆的關係 基本上跟索爾還有洛基真的是非常類似 都是相愛相殺的一對兄弟 那你看到歐姆使用一些手段 要去加害亞瑟的時候 就會想起洛基經常陷害索爾的橋段 第三 波斯王子 當亞瑟和梅拉來到沙哈拉沙漠 尋找三叉戟的這個線索的時候 不小心掉進了那個沙漠漩渦 隨著這個沙漠的通道流進了一個地下室 這個橋段就很像波斯王子在沙漠發現十字刃的這個情形 第四 國家寶藏 還有印第安娜窮獅 亞瑟尋找三叉戟的這個旅程 以經典的探險電影國家寶藏 還有印第安娜窮獅非常相似 過程中通過解謎尋找寶藏的位置 當然比起以上兩部經典的這個探險電影 水行俠裡的謎題是簡單很多 第五 失落之地 這部屋裡頭的喜劇呢 裡頭長得像水怪的外星人角色呢 跟水行俠裡 在海溝之國襲擊梅拉他們的怪物長得很像 第六 地心冒險 亞瑟擺脫海溝怪物的攻擊過後呢 進入一個漩渦 來到了位於地球中心的這個隱秘之海 這個地心事件呢 神還原了電影地心冒險的劇情 更巧的是地心冒險的續集 也是以尋找亞特蘭提斯為故事的背景 第七 異形大戰鐵血戰士 當亞特蘭娜再次登場時 身上穿的戰服造型 相機的異形以及鐵血戰士的合體 揭開面具的瞬間 真的會以為是女版的鐵血戰士 蟻人與黃蜂女 當亞瑟和母親亞特蘭娜相遇時 讓人有一種好像是在看 黃蜂女和母親相認的橋段 第九 諸神之戰以及黃太平洋 大家有沒有發現 守護三叉戟的這個巨大海怪 跟諸神之戰裡最後出現的巨獸海妖 應該是同一個角色 再加上剛好戰場又在海底 彷彿在看黃太平洋一集的最終對決 第十 星球大戰 亞特蘭提斯與鹹水國開戰的最後之戰 就像是海底版的星球大戰 巨型的戰艦 軍隊 雷射槍等等 讓人目不合己的大場面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整理出來 十個與水星侠電影似曾相似的劇情橋段 雖然這部電影給人一種東拼西湊大拼盤的感覺 但不可否認的 溫子仁導演在拍攝鏡頭 電腦特效 場景 跟懸角方面 都做得非常到位 讓這部劇情簡單的電影變得節奏明快 精彩 也很用心的刻畫了一個非常美麗的海底世界 以上就是今天我們的分享 喜歡的話記得別忘了訂閱我們 按下小鈴鐺 隨時跟進我們的新影片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